这个豆子它是属于重烘焙还是浅烘焙还是中烘焙 新美市中和区举东社区发展协会日前举办多项课程 邀请周边长辈前来参加 总干事黄苏玲表示 其实过去协会曾停滞一段时间 在理事长的邀请下接任总干事一职 除了迅速成立志工队伍 也成立了多项的课程 让协会成功发挥自身存在的价值 像目前七个时段里面 每一个时段我们大概都有20个到25位的邪员来 那如果说我们有大活动的时候 大概100多位都没问题 像我们一个月两次的共餐 一次大概都有 现在目前大概有120到130 举东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简永昌表示 在周边里长的协助下 协会近期也开设了减缓失能失智热灵课程 日语班歌唱班等多项活动邀请长辈参加 除了课程外也定期举办共餐 提供一个长辈活络感情的好去处 我们最近也办了很多的活动 包含减缓失能失智或者办很多的课程 包含日语班歌唱班还有太极拳的一个成长班 还有水电工班 我们最主要 今年度我们就推姓平的一个政策跟无报家园 零暴力零龙人无报家园的一个活动 我们在这个社区 而且周边的一些里长都用心来协助帮忙 让整个社区 未来的发展方向更棒 那我们现在每个礼拜都有三次的小共餐 一个月有两次的大共餐 也很多的这个市场的一些摊商也协助帮忙 现在目前七个时段里面 每一个时段我们大概都有20个到25位的协议来 那如果说我们有大活动的时候 大概一百多位都没问题 像我们一个月两次的共餐 一次大概都有 现在目前大概有120到130 社区发展协会对于地方 有着文化延续教育等多项功能 举东社区发展协会 在新任理事长简永昌的带领下重新出发 发展地方特色来带领社区发展 记者书建民新北采访报导